剛才那方面的 講了兩點 其實都借助一些前新的產品的相片 之前都講過 譬如我們在谷歌上面 都會做一些key research 合作這方面的廣告 譬如當買家收到這些位置 想上去去買 Megasol這個展覽會 有些什麼資料可以提供給他們 第一時間 買家會不會去哪裡看得到呢 就是去我們Megasol的網站上面 這個就是我們Megasol的網站上面 亦都首當提衝 他們會衝去誰看呢 就是衝去我們的參選商的名單那裡看 而參選商的名單裡面 為何會輸回我們的網站 這個資訊 整個資料出來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如果你看回 又是一樣東西 又是產品上面 大家要做一個比較 或者買家的心態要做一個比較 你自己感受一下 當譬如買家去看產品 或者去找一些去上版的東西的時候 他看完之後 譬如說 有些公司真的很乖 我買了一些產品相 公司的資料 公司的背景 做些什麼的產品類別 其實在這方面的資料 他們是全都輸出來的 但也相對來說 譬如很簡單地看回 譬如很簡單地看回 幸好這個不是香港的資訊 我等一下選過台灣的資訊 你看回 這個資訊可能還未去提交有些資料 但是就說 在我們的網站的參選商的名單上面 只有很簡單地 如果在產品上面那個翻譯上面 是刺的 是一隻白板來的 而且在公司上面 也是值得公司的名字 甚至乎 譬如好像產品類別 什麼差都沒有了 完全沒有的 如果你是買家 你看到這方面 甚至乎你第一個時間 你都skip了 簽了這間公司 不去看 其實相對來說 這些是不用錢的 只是借助大家一些 譬如少許的時間 就可以做一個網上的呈交給我們 所以來說 大家收到的資料 也是那張卡仔 就是正如剛才我所說的 你們不要無限的原因 因為要做就做這件事 去提供你公司一些的背景 一些簡介 一些很重要的資料 藉助是帶出去 給海外賣家 去做一個資訊 這些我覺得是你們的免得的 就是你應該去做 或者你應該得到一些的聯報 所以千萬不要不去做 OK 那就 譬如說說一些的產品 其實剛才說過 現在在科技伯伯特的社會裏面 其實買家那方面 可能大家要求的東西都會逐步提高 剛才說了一個產品的 可能產品就會好像現在這樣 我和大家去做一個解僱會的時候 我不會好像一顆棵 或者是一棵樹一樣 站在那裡 我都會很活動發式 去和大家做一個交流 或者是做一個討論的東西 所以來講 其實產品也是 所以變成今年我們 譬如KPM那方面 也都會想到一些東西 千萬不要嚴重大家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有一些藥物給你看回 也都是用你自己 按在一個買家的心態 去看這個東西 你看得出來的程度是怎樣的 原因這一點就是我所講的 就是一個產品的影片 產品影片這一方面 其實剛才說過 因為買家 譬如在一些宣傳的單章 甚至在網站上面 在一些參商名單上面 那你純粹都是看到一個產品的影片 在那裡 當一個產品影片 譬如說 做出來的時候 買家究竟知不知道 產品的特性 特質 功能是什麼 都可能不知道 但如果依靠剪商 可能在產品的簡介裡 去寫上去的話 可能可以很切切地 去調達所有的東西出來 但這個產品影片就不同了 你們可以除了拍一個影片式 亦都可以預知同時做一個簡介 其實在這一方面 可以給少少原本人看 因為有些參商 也都申明到這個道理 第一時間都會呈交了 這個產品影片給我們 我試一下幫兩段的影片 一個是有限界的 可以讓大家參考一下這個感受